现在零二三六三九九五 大家都满线的一直等待着 喂 哈喽 喂你好 光宇你好 你好 我是小龙女 小龙女 我觉得这个消息对我们 我觉得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对啊 我觉得凤姐好坏 为什么不让我们革命 你知道吗 我们大家可以帮他祈福啊 我觉得他很坏 把我们救下 很伤心了 听到这个新闻真的很伤心 你叫我们怎么奉鸣 怎么能够接受 我们怎么能够 朋友都劝说要接 怎么可能办得到呢 你知道这对他来讲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我知道可是我觉得他对我们 你知道要讲还比较容易 不讲真的很不容易啊 我知道 你知道他当他一想到就说 嗯 这么这么多人可能这个过年是非常难过的 所以他就是这么贴心让我们更失气 所以你知道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是假的 怎么可能呢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而且我宁愿相信说凤姐是因为 她会不会是因为喉咙 现在还好不了 她心里很急 她想说就这样子退休了 好没关系 我希望她还是活着 好没关系 她就活在世界哪一个角落 然后我不要这个消息 我今天原本还想 还想去写官网说 为什么你这么久没出来讲话 你到底在忙什么 没想到下午 我想我 我觉得好像现在很多人都会想说 那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方式 现在可以可以再为凤姐做些什么事 因为这个事实已经是摆在眼前了 当看到了死亡证明 我想说现在凤有 看到了凤姐的遗愿 对 我想说凤有会现在能不能几个比较有力量的人出来 大家整合一下 看是大家什么时候一起去大西看看我们的凤姐 今天下午晚上都是她的新闻 我是看到最后我觉得我的人整个已经是不能再看下去 我把电视关进阴 眼睛闭起来 不去想不去看 我想所有的凤鸣应该都 大家一起哭吧 不要别人 我想 我不重要 不是想到 就是在她人生最后的那一段时间 她是这么孤独 对 你看连她的哥哥妈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到底是又怎么样 为什么她又这样低调到这个样子 还说要跟我们共度摆手 竟然自己 自己先走 没让我们 大家帮她 帮她分担 帮她欺负 完全都没有 凤姐为什么这么狠心 对啊 多希望凤姐是骗我们的 然后她躲在一个地方 希望她 她可能还在疗养她的喉咙吧 我希望 对啊 然后她只是想要把完美给大家 所以她躲起来了 对我很希望是这样子 我看到就是有新闻讲说 那个当她最后录制的想要弹动调 不不不是 想要跟你飞 说声音撒哑 没有啊 想要跟你飞的时候 凤姐的声音多有感情啊 所以 我觉得当然大家对 凤姐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了解 可是 在做今天节目的时候 哎 真的也是乱了方寸 就是 原先想法规划的 可是因为 情绪 不听使唤 我想光与跟你一定也很难过 我非常 我知道你是做节目人的 我从前心里一定 你的难过一定不亚于我们 所以 我刚刚已经转移了大家的这个目标 你觉得凤姐应该还有很多歌 她想要唱 没错 她跟我聊到她的这个计划 包括比如说 因为 她真的是不愿意去 讲退休的 把退休从她的嘴巴 讲出来的 她会这么 舍不得的说 我要休息一个 一年 然后明年再见 我们明年台湾 歌谣再见 她真的是很不容易 可是没想到 她这么勇敢 愿意就是 休息一年 然后好好复原 然后再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可是 上天给她打击更大 告诉她说 她是肺癌第四期 对 然后 她很坚强的面对 然后 就照顾她的 的人啊 助理啊 还有就是 就是那个家人啊 亲人医生啊 帮我跟她讲 都 都说这个妈妈真的是 太勇敢 太勇敢了 所以 凤姐要 要怎么说她这个人呢 多少人觉得 她是不是有孤僻呢 为什么对演艺圈 保持一种 这样子的关系呢 就是 很 有一点 就是很疏离 然后只在需要的时候 她就出来 其他的 她的生活 她就是回归平凡 可是 别人不了解 别人不了解 但是我很可以了解 因为这是让她 可以继续唱歌的 一个美梦 因为她还有 她自己的人生 你知道像我们 从2003年 演唱会 然后之后 我们的除夕连线 我们已经八年了 对不对 八年我们都 都觉得在跨年的时候 对 有风景 今年除夕没有连线 大家就觉得有一点 今年没有 今年没有 而且今年我也没接到 她的卡片 刚好我说了 对 但是 那个时候 我就想说 一定是 还有事情吧 心里也会愿 说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久 为什么这么久 都没有 都没有回应 然后一点点的 比如说 我请小雅的 这个 透过小雅 然后透过网络 这样的问候 都没有 都没有回应 然后我就想说 会不会 会不会是 会不会是 她 她可能 喉咙还不舒服 然后现在 结果 结果当我知道 她 往生前 她希望 可以跟我说说 可是 她没有声音了 而且 她也没有办法 拿笔了 她也没有 就是已经没有力气了 她是撑着最后的力气 然后 然后她 打下了她的遗愿 她希望 可以不要 就是要低调处理 然后要 要在 就是 等她身后事 办完之后 然后再 再跟大家公告 不要打扰到 别人的生活 然后 然后对大家的 感谢跟爱 她是最后 打了这个 然后包括她最后 她想怎么处理 然后你知道 当身边人 看到那一张 她是 用最后的力气 打了这个 大家都不能接受 不行 不可以 而且大家都告诉 她会有奇迹 一定会有奇迹 但是她已经准备 跟大家告别 她就说 下辈子 再唱吧 下辈子 下辈子再唱 我们还要听 好吧 小龙女 我们知道 她的演唱计划 包括 她说她不把退休 就是讲出来 可是当她觉得 如果是到了她人生 可能是最后一场 她觉得是最后一场的时候 她说 她就是要伴在大西 我知道 而且 她是要 要让大家就是 全部人 大家就好像庙会一样 就是 你就来吧 就做吧 然后她就唱了 然后呢 她的第一首歌 就是我的爱 我的梦 我的家 所以 现在呢 她有规划 她有想法 然后包括 她后面 她陆续 想要编什么歌 要做些什么 包括 她这次 台湾歌谣演唱会呢 她选了江慧的歌 她问我说 好不好 我说 好棒哦 好棒哦 她说 她喜欢 江慧的歌声 她喜欢 江慧的歌 然后 这首歌 跟她真的是 就差一个缘分 因为当初 郑静音 希望 可以给凤姐唱 但是因为凤姐 那个时候 在香港 她也没有出片的计划 然后怕耽搁 她就说 一时半刻 我不会出 然后 后来唱片公司 就让 就是 江慧姐唱 她说 一首好歌 给一个好歌手唱 她也真的是 这个很好的缘分 可是 她想要在 借着台湾歌谣演唱会 她也要把自己 错过的缘分 一起再把它圆梦一下 而且她也谈论到 当她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说 我说凤姐 你唱这首歌的时候 哇 大家已经会哭死了 会哭惨了 但是她说 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事 谢谢 谢谢你今天 跟我们分享 我有幸 我有幸听到了 凤姐 唱这首歌的 Demo 可以放给我们 不行 我这个要求 会不会太过分 当然不行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凤姐 她留着很多的影音 包括她 她有整理一些文字 她整理很多的照片 其实这些 你想到 一个 一个这样的超级巨星 她的人生却这么样的艰难 太突然了 我们不能接受 她人生很艰难 包括从她父亲过世 对 她弟弟 她的二哥 对 她的先生 她用工作 她寄情于工作 然后让她就是可以 可以就是生活正常 不会说待在一个 很大的空房子里 然后感觉好像就是 生活无法危机 可是也许因为太操劳吧 不晓得 所以我们 我们只有这样猜 可是她就 一路按部就班 她说 等到台湾歌谣演唱会之后呢 要来好好整理了 然后 其实 大家都很希望 她除了2003年演唱会 发行好到现在还是大家 就是一直回味 就觉得2005呢 我们要2005的 我们要2007的 我们要2009的 对不对 然后这每一场演唱会 去看过的歌 为什么可以 很多人都一次去 你办9场 我就去9场 你办10场 我就去10场 因为大家都觉得 以凤飞飞 这样子自利的歌手 她能够再为我们 唱多少年呢 那时候我们大家 之前我曾经跟她讲 凤姐 你可能还可以再唱 10年吧 到2003年 她就说 这会不会 就是也许唱了 然后可能唱不了 我说不会不会 你至少还会再唱10年 我那时候是 用一个朋友 很平 很平心境界的说 没问题呀 你那时候2003年 歌声这么好 你再唱10年 后来当她 唱到2009的时候 凤姐 我看你还可以 再唱个5年10年哦 她就说 真的吗 我说没有一个歌手 到你这个年纪 还这么努力的 每天去健身 每天跑步 然后每天这么用功 然后想说 我下一场演唱会 是做什么 我说你的生命 都是为了唱歌而活着 真的就是为了这样子 就是一直为了 为了这件事情 而且为了热爱的 你唱歌的兴趣 为了你的歌迷 然后为了掌声 她说掌声是一个 让我就觉得说 我好像我的歌声 可以得到大家这个回应 但是她对掌声 又很战战兢 她不是随随便便地说 我就站上台了 你们就会给我掌声 因为我是超级巨星 她是那么仔细 战战兢兢地说 追求完美 她追求完美 而让我们 and to solo milligrams 你就会这样 好